加到你记得起来的位置 那一样我先把它贴到我们的那个 讯息里面好了 OK 那这个连结 gg.gg-vba2webchatting 那这个连结里面的话 我们将来呢 这个只要会用到的相关的 包含讲义啦 因为讲义你们应该有收到纸本 那纸本的缺点就是说 它没有办法做 比如说里面如果有程式码 假设你要用来 你要来参考的话 那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我会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那上个星期的话 第一个我们已经开始讲一个 关于那个台电的一个开放资料 那里面基本上就是有一些 包含就是说用电量 那假设说我今天有一个需求 希望能够找出台电 就是它所公布的开放资料里面 哪一个县市用的 这个耗电量是最高的 OK 所以请各位呢 可以找一下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就是我刚提给各位的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的第一个 就是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一个连结 那这边其实就会有提到有关这个台电的这个连结 那这个连结的话呢 你们可以找一下 以后我会跟各位讲 就是说这个连结基本上是在第几页 比如说这个连结 我会用那个页数 所以你们将来有一个 就是说确定你位置的方法 那就是可以从那个卷轴 右边它会出现说 第几页 总共几页的相关讯息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是把它放在第六页 那这个台电的这个开放资料就在这里了 当然你也可以在Google里面搜寻开放资料 然后我是找 那为什么会特别找这一个 基本上就是因为它的那个浏览次数 好像排在前十名的 那因为之前这个停电的状况还蛮蛮多的 所以一直想说 我想知道到底哪个县市 用电量是最最高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资料 所以这个资料的话 当然它有提供104年到110年 其实今年也有提供 那它把它分开来 当然你可能会遇到 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我希望把104到110年的全部资料 全部下载 或者甚至你可以用个爬虫 自动把这个这些年度通通下载之后 自动合并在一起的话 那这怎么怎么做 这也许是一个延伸的一个练习题 OK 那我们大概我上个礼拜讲了 我们假设我用的是本年度的好了 比如说110年度的这个资料 OK 然后你可以看到下方这边就有相关连结 那将来我是建议啦 因为在开放资料里面的资料量 其实非常的多啦 所以你其实可以找你比较有兴趣的 相关的这个资料来练习 那当然它上面最重要的几个格式 包含就是说第一个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档案格式里面 最常出现的其实一定应该是CSV 我记得好像有4万多种 那其次的话就是Jason Jason格式 再其次的话就是XM 那当然如果说这些格式 假设说你遇到你要想要把它解析的话 那该如何解析 比较容易啦 OK 但其实可以解析的工具其实还蛮多 但坊间目前比较热门像用Python OK 当然有时候你用Python做完之后 你可能假设你的作业习惯在Excel的话 那可能又需要转到Excel 所以变成说你要变成说 换不同工具有些麻烦 那如果说你想说 可不可以一次就到位 也就不用说一下Python 一下又要Excel 或甚至有一些企业 其实不允许那个 就是员工去安装任何外部软体 不然Python 当然他只提供给Excel的话 那这个时候势必啊 你就没办法用Python 那当然就要想一些方法啦 所以如果在Excel里面 要怎么样可以达到快速下载资料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OK 那当然第一个你可能要注意就是档案格式 第二个的话就是编码格式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也是一个还蛮重要常遇到的状况 那主要你可以看到就是开放资料里面 最常看到的不外乎就两种 一种就UTF8 一种就是Big5 或者CP950 这个名称其实不一样 但是实际上内容是一样的编码 然后 之所以会有这两种编码的方式不同啊 主要当然就是 因为微软 微软他喜欢就是用那个 Big5的这种编码方式 但是其他阵营就不跟风啦 就想说我自己要弄一个unicode的标准 就弄了一个UTF8 所以变成说 如果非微软阵营做出来资料 像Google 像苹果 Mac Linus 假设这些相关的 平台做出来的档案格式 他习惯就用UTF8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用微软的 比如说你用Excel好了 你原来其他存档他就是Big5 那当然呢 最新的Excel他好像有做一些改变 他就是不用Big5了 他想说用一个unicode 但是他就是不要用UTF8 反正他就是不想跟人家一样 他当然想法很简单 因为呢你看我的市占率这么高 Windows 我记得好像超过八成吧 Office更高 OK所以 基本上如果假设的编码方式 你开起来Excel里面乱码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要怎么样把那个编码 方式 做一个改变 OK那其中的话 你可以看到资料下载 所以啦 顾名师如果今天我直接 点选这个连结 下载资料打开 CSV 直接用Excel开的话 那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资料 是UTF8 所以你直接打开 那他会是乱码 OK那如果 你不希望他是乱码的话 那我上礼拜有讲过啦 如果你不想是乱码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 先开Excel 然后利用Excel里面的 这个什么呢 Excel里面有一个功能 叫资料里面 从文字 斜线 CSV 那这个版本 如果你是旧版的话 可能稍有不一样 可是 印象中好像 Excel 再找一 还是有这个功能啦 好像新的 旧的版本没有的 好像就是 从文字这个 应该都有 只是说他好像 没有CSV这个叙述吧 OK 然后也没有 这个Excel 更没有Json 不过这两个用的 甚至他们 一定是没有PDF啦 OK 所以 这几个应该是新的版本才有的 那如果你假设没有的话 我是建议啦 因为 我们还是主要以新的版本为主 如果你是旧版本的话 我可能 顶多我看看 有没有一些 VBA程式 又用程式方式 可以把它解决 那如果 没有的话 也许你可以再找找看 有没有新的版本 可以练习看看 比如说从 尤其是从Json Json XML 这都还蛮重要的功能 OK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 先试试看 帮我下载这一个 就是上个礼拜 或者你直接上个礼拜 如果你有 你有把它下载的话 你就直接下载 下载下来 类似这样这样 那下载的方式 当然第一个 你就先 把它download下来 然后或者是说你直接怎么样 这边有一个从 文字档 然后 直接就给它那个 就是 这个连结 把它复制贴上 把这个复制 有没有 然后直接贴到我们的 从 文字 在这边把它贴上 OK 那他理论上应该都会抓到这个 CSV档 然后他会问你说 他当然第一个会侦测说 你这个档案 他马上连线 那不过新的版本 他会先丢到那个 这个 就是 这个 缺利table里面 所以 当然你可能没感觉啦 不过新旧版本 还是一样会跳这个啦 就是说他会 帮你侦测一下 就是你的那个 编码方式 因为他侦测到 UT8 所以他底下是 不是乱码的 但是我印象中 如果你是旧版的话 他可能如果没有正确辨识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自己再找一下UT8 给他正确的编码 那 资料应该也会是正确的 然后把它 做一个载录 OK 载录的话呢 资料理论上就会被 截取到 我们的这个 Excel里面 OK 但是 新的版本跟旧的版本 还有个地方不一样啦 因为缺利table 他基本上会先帮我们 把它放在那个查询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在 新的版本的右 右手边会多 这个页面 里面会跟你讲说 里面放哪就知道 而且甚至你可以做编辑 但是如果你是Excel 2010以前的版本 就没有这些功能 他 用的 方式就不是用 querytable 他不是用 他不用 Power Query 这个是Power Query 你可以按右键 这个Power Query 跟现在的 按右键 这边有编辑 你一样可以把它带出来 它是一个Power Query 跟那个Power BI 新的版本是一样的 那个旧的版本就是叫 querytable 他就没有这个东西 可能 这里 要大概知道一下 那当然呢 因为我上礼拜提过 就是说 他提供的资料里面 他是有 邮递取号跟行政区 但是 插了一个 栏位名称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在 按右键插入一栏 这个栏位名称 叫做线式 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线式的话 那理论上我们需要把这个 栏位名称 给 产生出来 OK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我 一般当然比较习惯是 查询的话 我们会用那个 叫 v-ru函数 那v-ru函数的话呢 当然会需要三个东西 你要查什么 那查 理论上是查 邮递区号 不过各位可以看到 另外衍生的一个问题 他预设 如果用PowerCredit 带过来的资料 那他会是一个表格 就是一个Table 一个资料表的形态 那当然呢 如果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 Add Ud需要的话 那你先取消一下 你可以看到 建议是先把它转换成 范围 也就是说我们习惯的这种 运作方式 而不是一个资料表 OK 不然的话呢 你用v-ru函数查询 就会发生错误 所以第一个啦 就是说我们 下载资料了 OK 那当然呢 这个后面我还在提啦 如果说你 不是用我刚刚提的 用资料里面的 从 文字的方式来做 你希望用 VBA里面的爬虫 来完成这件事情 该怎么做 OK 那当然 新旧版本还是有差别 那至于有哪些差别 我们待会再来看 所以第一个 我们先 请各位先把 这个 范例 先打开来 就是台 台电的一个用电的 统计资料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上个礼拜 有提到的 那个问题 同学 也讨论的蛮 客户好像 讨论的蛮热烈的 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查询的时候 我们会需要 哪一个邮递区号 然后去找到它的县市 可是问题 我们找到的资料 假设啦 后来同学好像又找到一个已经做好 不过我们主要是要练习 如果假如呢 你从那个这个下载区里面看到这边有一个邮递区号 的一栏表 等于是 一二三四 第四个等于是存在性材下面这一个 那这个档案你如果把它点击下来之后 你开启它 你会发现呢 它 提供的格式 跟我们 想要的 这个格式 完全不 因为将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用VL函数来查询的话 当然首先一定会遇到第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如果假设我们刚刚这个台电的这个这个县市 如果你要查的话 当然我刚提过来 记得先把那个 原来它的 这一个 范围 记得要把它转换 转换 本来表格转换成范围 那个功能 就是在资料里面的那个 当然 你们可以找一下新旧版本或许可能也会有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个 把它稍微转换一下 把它转换为范围就对了 OK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查询呢 我们就可以用那个VL函数 VL函数的话呢 查什么邮递区号 去哪边查的话呢 将来当然我们会需要一个表 所以 我们的需求是 希望能够把邮递区号 刚刚下载的这个邮递区号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正规化结果 那个正规化结果基本上就是 也许第一栏 就是我们邮递区号 可是你会发现 它的邮递区号放的方式 就是摆的 蛮没有规律的 也就是说它是把它分在不同的 蓝 OK 那第二个也许就是 可能就是限制吧 那第三个就是行政区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 这个资料做正规化的话 那该 怎么做比较简单 那我想 在做资料处理常常遇到类似像这样 因为它是不规律的一个 资料 那我希望把它正规化 把它变得有 次序有规律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 先试着开启那个云端 白板 所以刚刚有提到那个云端白板 我又把它贴到讯息里面 你们可以找一下 然后找到第1个单元 第1个单元 里面 第 如果是台电的那个连结的话 是在第6页 OK 如果是中华邮政那个连结的话 它是在第8页 OK 请各位先试着 把这两个资料先准备好 那待会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 就上个礼拜大家有提到的就是 如果我要快速的把这些东西 把它做一个正规化 当然不是叫你土法链纲 当然如果你要土法链纲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这个土法链纲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它基本上就是说 第一 可能要分两个步 步骤 第1个步骤就是先把 这 应该是6个范围吧 12345 第6个范围把它合并成一个范围 第2步 再让这个资料变成 先是县市 再行政区 再来就是邮递区 OK 那第3个步骤就是再把它的顺序颠倒 因为如果VILO函数 第1栏一定要是邮递区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以后 就能够 都能够